關門喔 關門喔 台中捷運是營運第二天 月台上工作人員繃緊神經 而且很可愛的 要上個喔 不要往往 如臨大敵不敢鬆懈 就是因為17日上午 終結的高鐵台中站 發生車門 夾傷89歲老翁意外見血 是右手碰到車門 那左手應該是碰到月台門 那受傷的狀況是發生在 左手 手臂的部分 大約是五公分左右的一個傷口 然後有一點出血 然後做了包紮 索性第一時間 站務人員緊急通報 協助送醫 證明89歲老翁並無大礙 但是市營運搭車出意外 確實引發關注 有不少民眾也覺得 終結列車市警因太短 讓進出車廂都好緊張 覺得它的開關門速度 要再慢一些些 人多的話就會比較造成 擁擠跟麻煩 也會造成一些危險 我是覺得這樣子 對我們來輪椅組 會真的是非常不方便 現在避免夾人意外再發生 除了車門和月台門 本身的房夾裝置之外 終結也拉長開關門秒數 包括頭尾站 高鐵站跟北屯總站 現在的靠站時間都把它拉長為60秒 那市政府站原本就設定 比較長的靠站時間是45秒 那其他站的部分 我們會陸續觀察 這幾天的醞釀狀況做必要的調整 終結綠線上路 常鮮民眾多 但無人駕駛系統 開關門時間更要精準拿捏 才能讓旅客平安出門 安全回家 環宇新聞 紅石城檢運臨 環宇傑 台中報導